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好冷 謝謝 謝謝 好黑耶 好黑,好黑 好黑 我下去囉 你很輕微嗎 可以嗎 可以嗎 我才會 來,拿手給我 大膽一點,對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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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可以吃頭飯嗎 幫你擦一下 你別動就好了 如果大力,你跟我說 不要動就好了 幫你擦一下太陽 其實還滿緊張的 吹風筒一直很熱 我就怕吹吐,怕頭皮 你胖跟我说 胖跟我说 没有人给我吹个头发 他的动作什么的都很温柔 蛮贴心的 谢谢陈老师 走吧 走 填奶奶的头发 谁帮你吹的 这个男生真的是越看越 越觉得帅耶 那我们呢 你又看 越看越不想看到了 不要给他 那陈老师来吧 把我们两个男孩换掉 让他自己看自己 让我们欢迎陈老师 上一期 其实陈老师勇敢的告白之后 他没有得到婚姻 他们俩情绪是有一些小丧的 就有一些不开心的 但是这一期 他们这个约会地点选得很好 在这么美的蓝天下 然后在泳池里面 一下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然后就是眼神里 就藏不住的那么爱意 这一期他们以泳装见面的话 就会让 就尴尬的气氛更加尴尬 然后夫妇就有一种 夫妇得咒 然后就把上一次的尴尬忘掉了 就是把这个尴尬 就掩饰了那个尴尬 对 就把上次的尴尬忘了 我觉得说的有道理 陈老师忽然牵着他的手游泳 那瞬间我是蛮磕的 这个手牵得就很自然了 对 然后两个人心情有点低落 突然在游泳池 就可以很放心地玩水 这种感觉我蛮喜欢的 我觉得最好刻 最打动我的是 他给他吹头发 是 我会觉得女生会非常心动 对 除了这个画面之外 其实有很多偶像剧里的 浪漫瞬间和名场面 你们有记到过哪些 就印象比较深刻的 感觉会有各种拐道 女主角的脚可能就常常会无力 就基本上都是 对 女主角 我看一般不都是那种 要真的那一刻 然后很尴尬的时候 这个时候男主就杀出来了 霸道总裁那种 是 我的女人 这是我女朋友 就是永远不管在什么时空 这些人都会遇在一起 对 或是不管进别人家里 好像这个家人都没有锁一样 就是 对 推门就进来了 那你怎么又来了 是好像随时可以穿越时空的感觉 你今天的发型蛮机车的 真的吗 那我今天要当个机车的人 你今天好适合做这个 机车男孩 我今天就要当个机车男孩 我说话会比较尖锐一点 大家小心一点 我 当然是办不到 对不起 好 欢迎来到芒果TV首当剧综 交互式社交实验真人秀 《我在你的未来吗》 大家好,我是孟辰 欢迎各位观察团们的到来 你好 然后接下来他们还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